歡迎六位家庭小當家 幸福小當家們 來到第二回合 我們第二回合就不一樣了 帳單都拿走了 拿走了 二十萬了 漲價了 各位 準備處罰 好 請處理 研究顯示 家務分工還是財務分配 滿意度結果 與關係滿意度有關 請搶答 許昕 來 這位幸福人機說話 家務分工 財務不是也重要 沒有 家務分工 家務是 每時每秒都在發生的事情 家務分工比財務分配還重要 請介紹 我覺得是 掌聲鼓勵 對 可是我們這邊最年輕的人妻 如果你們還有 對這一點有點質疑的話 那你們可能就要 男女兩性的學分要重修了 因為家務分工沒有分清楚 基本上一定出事情 但我覺得只要老公給我很多錢 然後我都做事我也不會怎樣 最後錢給多了 他就平衡化了 錢給多了 除非你就請人家來幫忙 對 不然你錢給多了 家務是要你做 你也會不喜歡 真的喔 錢夠多也有值得的感覺 是不是 其實家務的分工 可以顯示出你們兩個人的 價值觀 已經是如何看待另外一半的 那一旦家務分工不平均 九二九十 當然就會產生怨對 甚至會侵蝕到彼此的關係 那一旦有這樣的狀況出現之後 就會讓你的裂痕越來越增長 那當然也會造成 雙方的關係破裂 所以家務分工 其實絕對不是小事 來 開張 脫平 請選擇 七樓之一 你看我都不用多走 孝順 開箱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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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平了 有了 脫平了 加油 來 請出題 儀式感建立 還是給出承諾 能夠幫助維持夫妻關係 請上來 好好打 小心喔 來 信不信 當家說話 儀式感建立 給出承諾不重要嗎 我答案是什麼 我說到做到不重要 超重要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儀式感就是每天嘛 每個節日嘛 然後可是我覺得人生當中 夫妻關係裡面沒有那麼多時間 需要給那麼多承諾耶 只要感情好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該怎麼做啊 我沒有 我好像沒有跟我老公 要過什麼承諾啊 可是如果還有儀式感 每天晚上煮個飯給我吃 早上先幫我倒杯咖啡 或者是他先出門了 買個咖啡給我 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那我問妳 如果說 譬如說六月要去旅遊 對 然後六月時間過了到七月了 他直接就讓他流走這樣子 妳會生氣嗎 我不會耶 因為我也很愛賺錢 就是如果沒去沒關係 覺得儀式感精力 比較重要的舉手 我覺得是儀式感 少人 儀式感太表面了吧 只有妳給出承諾 不是 給出承諾 不見得能夠做到啊 一旦沒有做到就有壓力 像妳剛剛講的那個就是 沒有做到會讓我更火啊 所以承諾不要亂給 每天去買咖啡比較實際 來 儀式感精力 可以幫助維持夫妻感情 請進行 掌聲鼓勵 好 那要告訴大家 其實呢 這個夫妻之間呢 當然久了久之 一定會新鮮感褪去 那這個時候呢 必要的儀式感 就是非常的重要的 比如說每天一些小小的舉動 上班前呢互相抱一下啊 睡前跟她說今天妳辛苦啦 其實呢都是能夠讓對方知道 妳沒有把她的一切 她也視為理所當然 妳依舊呢 是會表現出對她的重視 還有生活當中呢 她跟你是密不可分的 六樓之舞 準備開箱 鄰居幫幫幫幫 來... 什麼意思 鄰居幫幫幫幫 來幫幫幫幫 妳想收金還是收贏 收贏好了 協助鄰居查到 店表有問題 幫忙處理並且得到退款 所以整棟我們這個財富大樓 所有人的家裡面的店 店表都因為妳的關注 而有了很好的處理 每一戶贈送兩千元 感謝紅包 謝謝 謝謝 我贏了 我今天就付了是不是 沒有我們 我們就付了嗎 那就付了 我們沒有錢應該不用扣吧 沒有錢要給嗎 那就付了應該沒有吧 五場 還有1分14秒 別放棄還有 好 還有機會 請引出下一題 如果小孩從小玩得不夠 可能會有情緒起伏大 還是耐心不足的情況 請搶答 來 說話 羅君宏 我認為是耐心不足的情況 為什麼 這剛剛我們前面 在介紹書的時候 講到說那個玩夠嘛 對 所以我講說 我玩得夠 然後才比較會有那個專注力 然後就會有比較有耐性 所以我覺得 耐心 應該玩得夠 就可以比較能夠 減少耐心不足這種狀況 應該其實都有 只能演 只有兩種都有耶 因為玩得不夠 確實會造成情緒起伏 對 然後玩得不夠 它就不會解決事情的能力 確實也會造成耐心不足 兩個都有耶 對啊 我 連妳都很難抉擇 但我猜它是情緒起伏大 妳猜情緒起伏大 我猜 我猜可能會是情緒起伏大 你有可能耐心不足 這時候 兩個都有 玩得不夠 情緒起伏大 妳剛剛選的是什麼 耐心不足 耐心不足 請搶 蕭童文厲害 好 其實如果小孩子 他們在年幼的時候 玩的力量 他的內在會有一種驅動力 那一旦他從小玩得不夠的話 就會容易情緒起伏大 人際關係出問題 學習上也容易會自行中斷 所以其實大人應該要增加孩子們 他們玩的時間 空間跟玩伴 以及內容 才可以讓他們在情緒 人際 跟學習 三方面都能夠有更好的表現 還有1分04秒 好 請 注意 受父親基因影響的是 招風耳還是精靈耳 請請答案 子安姐 我 我買到 基因是招風耳 耳垂對不對 招風耳是這樣吧 這個比較 張開比較 張開 精靈耳長什麼樣子 尖尖的 尖的 小犬的耳朵吧 是不是那個 一個藝人 耳朵他們是尖的這邊 對 尖尖的那個嗎 對 對 招風耳 是嗎 請介紹 好 精靈耳跟招風耳剛好相反 招風耳呢 多半是受到了媽媽的基因的影響 而精靈耳呢 是受到爸爸基因的影響 整體的耳获都是比較小的 耳垂也比較小 那精靈耳呢 他的這個聽覺呢 其實比起一般人更加的敏銳 他們的音感也更好 所以他其實呢 是會有更好的一個洞察力 跟直覺能力 是一個天生來的天賦 記起來 好 來 請就下一題 洗碗前 餐具先沖熱水 還是西式洗碗精 可以減少清潔劑 對於手部的傷害 請一下答案 羅君宏 什麼在這裡 很會耶 因為熱水可以把那個油脂先帶掉 所以我們在使用那個清潔劑的時候呢 這個用少一點了 來 奇蹟腳 答對了 好棒喔 有機會了嗎 餐具先沖熱水 什麼好處在哪裡 好 其實呢 我們的手部的保守能力 會隨著年齡逐漸的下降 所以呢 當你在洗碗的時候 最好就是要戴手套 並免接觸到這一些清潔的用品 否則對我們的手部 傷害都很大 那為什麼要先用熱水沖洗呢 當然是希望呢 藉由熱水先洗掉大部分的油汙 那你就可以用少量的洗碗精去做清洗 然後盡量把這個洗碗的時間呢 縮短 以及洗完這個碗之後呢 手還是要用一些乳液啊 保濕的東西去做防護 才可以讓這個手部的皮膚 不會受到影響喔 羅君宏準備脫皮 來 我選六樓之二 孝順 開箱 放得來了 幫幫忙 鄰居再度幫幫忙 幫幫忙 還有兩個 是嗎 住戶通知 對 收金還是收銀 我收金吧 住戶 修紅人在家裡練唱 為演唱會做準備 但 隔音設備不好 怕被鄰居檢舉 發送耳塞給鄰居們 所以沒有檢 對不起 我害到你了 所以 真的送耳塞啊 對 請給我們 我好愛這個 我現在要上飛機了 我超愛這個的 我床頭邊大概有十個 真的嗎 對 我上次用它已經當兵的時候了 這個耳塞很好用嗎 很好用啊 如果你的另一半會打呼的話 這根本就是一個聖品 真的 就是維持夫妻關係的聖品 請煮下來 講話講久了 容易會沙啞 這可能是因為圓肩駝背 還是聲道叫窄 請搶答 羅鈞鴻 我的答案是聲道叫窄 因為聲道叫窄 講話會沙啞 然後就直接選聲道 一個是駝背 一個是聲道 講話沙啞當然選聲道 那這有什麼好處的呢 其實也是會有影響 因為駝背的話 有時候說話氣音絕多 這也是有的 可是聲道叫窄 它會比較是天生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你的氣流在通過的時候 它就比較容易 帶走它的那個水分 然後就產生那種肌肉的不舒服 請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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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肩就是代表了 我們的這個背肌的力量 也會比較不足 這個時候講話容易聳肩 那也會容易駝背 一旦你駝背的話 那你就會不自覺聲音 就要用得更用力更大力 你才能夠把話講得清楚 那當然久而久之 就會造成你的 一直就很用力的 在這個說話嘛 所以你的聲音 就會比較容易沙啞 因為用力說話的關係 對吧 要多做一點肩頸部舒展的運動 才能夠改善這樣的一個狀況 媽媽也滿容易沙啞的 因為很常吼小孩 來 請出下一題 婚前諮詢與保健諮詢 在嘉醫科看診範圍中 請搶答 小同文 三 保健諮詢 嘉醫科就是看醫的 看病的 這種保健太合理了 聊我意思嗎 要我猜 我一定猜 我一定猜婚前 婚前要有健康檢查嘛 對耶 婚前健康檢查 保健諮詢太合理了 來 請揭曉 他有正邏輯 好 嘉醫科看診的範圖 包含了一般的慢性疾病 像是高血壓 糖尿病 高血脂等等之類的 那另外還有咳嗽 咳血 蕭喘 肺炎 打呼 睡眠障礙 也都是他們會看診的部分 以及自費的全身健康檢查 還有一般的外勞體檢 婚前健檢成人健康檢查 跟職業病的預防保健 都是屬於家醫科的範疇 答對了耶 脫皮 小童文 你要脫皮了 小童文 太高興了 七樓之三 我 開箱 好多力喔 一萬吧 一口氣啊 什麼 議題就變第二名了 策略成功 這個耳塞轉了我的運 其他人也加油 來 再出 下禮 三明治世代 黑市流沙中年族群 在經濟上 較有困難 無法自爆 請搶答 羅君侯 三明治 三明治世代 流沙中年是什麼意思啊 流沙中年 感覺是中年失業吧 我亂猜的 三明治的感覺就滿辛苦的啊 上面有要照顧的 下面的孩子也還小 無法治理 所以在這中間 還要努力保住自己的健康 好辛苦 經濟耶 經濟耶 所以經濟上一定會有更多的支出 來 請 揭曉 怎麼樣 不好意思 救命 好 三明治世代也是很多 青壯也現在目前的這個現狀 因為呢 他可能上有老 下有小 但基本上來講 他的經濟上呢 還是能夠有點遇獄 還能夠照顧自己 但流沙中年呢 往往就家裡頭 可能是有需要長照的 這樣的一個中老年的長者 需要他去負擔 那再加上他又有小孩要養 所以呢可能經濟上 會造成他很大的負荷 那因此讓他的身心靈 都已經會處於一個失衡的情形 而這樣也可能會讓他未來 成為所謂的下流老人 時間二十五秒 靜音 住在裡 不平啊 醫生今天除了可以提升免疫力 還可以緩解壓力 還是提神呢 請搶答 蕭龍蕙 可以 緩解壓力 妳為什麼很為難 因為其實我們說 現在大家應該都聽過 所謂的腦腸軸 也就是說呢 你的腸道狀況 其實它是可以影響到你的大腦 甚至是皮膚 腸胃是第二個胃 第二個腸 所以其實 為什麼我剛會想了一下 因為這兩個其實好像都跟 精神方面有所關聯 那所以我就在裡面 我就稍微想一下 稍微在裡面猶豫了一下 對 因為提神的話 應該是讓你的精氣神比較好 對不對 這是插牛的事情 插牛 緩解壓力我覺得是會有的 就是益生菌它可以讓你整個 長腦軸其實是一線的 請接腳 準備了 好 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的腸胃道 是另外一個大腦 所以腸道的健康非常的重要 而當我們補充 益生菌的時候呢 同時也可以幫助我們 舒緩壓力 並且呢 其實我們現在很多外食組嘛 那壓力又大 所以呢 當然就是補充 要多多補充益生菌 來 請選擇 繼續致富 妳可能要超音感美了 那我選一個 六樓之四好了 怎麼可能連著幫幫忙吧 對啊 應該會好一點吧 不可能的吧 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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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十萬三 唯一可以威脅他們的 只剩蕭紅人了 蕭紅人你差林可彤一萬一 這邊裡面超過一萬以上的 七八個吧 所以接下來的十六秒 非常的關鍵 請移住下禮 可以透過腦機諮詢 來瞭解夫妻的內心感受 還是分析思考流程 請搶答 蕭桐怎麼按那麼強 厲害 突然間一轉 是藍老師的專業 對 為什麼有腦機諮詢 這四個字 腦機諮詢 來瞭解什麼 快 夫妻內心感受 夫妻內心的感受 請請 好 好 接著呢 腦機諮詢 它是哈佛大學百年研究的 一種發展需求量表 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加的了解自己 以及親子 還有夫妻的內心感受 它可以透過這樣一個量表 去了解它的認知 氣質特徵 潛意識 所以也會建議大家 你是可以這個父母 也就是親子 或者是夫妻兩個人 一起來做測試 因為這樣的一個測試方式呢 更可以清楚看出 彼此之間交互影響的一些 因素跟脈絡 來 蕭東文 請選擇 好 那我 八樓之一好了 水塔邊 選得好 不是最慘就最糟 真的嗎 不是最慘跟最糟 不是一樣的嗎 這是還附的嗎 帳單 不錯 一萬兩千元 漂亮 都是一樣的耶 對啊 你已經 妥妥到第一了 逆轉了 對啊 對 真的是逆轉 完全逆轉 最後一題 給一個有緣的朋友 好 這個付的可能沒機會了 只有林可彤 跟校紅人有機會 謝謝 來 請出 最後一題 作為激素 在台灣屬於管制藥品 還是保健食品 請搶答 林可彤搶答 退黑激素 是管制藥品 退黑激素 是管制藥品 妳怎麼在念題目 妳在幹嘛 退黑激素 是管制藥品 是管制藥品 請揭曉 當然妳在想什麼 在送分禮 太害怕了 妳以為到處都買得到 這個 退黑激素呢 對於很多有這個 市面困擾的朋友 或者是呢 要調整時差的人 就可能會需要使用到 在美國呢 它算是保健食品 你可以直接去購買到 但是在台灣它屬於管制藥品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要有衣主 才能夠去購買 反正呢 否則就可能會買到一些假藥 或者是呢 這個效果並不是這麼好的東西 這裡面有沒有附的 NO 真的嗎 他有鄰居幫幫忙 但是沒那麼衰吧 我要七樓之二 七樓之二 準備開箱 加一萬 好 比賽結束 可以結束了嗎 你這個答對也滿重要的 要不然你跟蕭童們落差太大了 來報告一下大家的獎金 其實也不用報告 看得很清楚 4萬1的蕭童們 跟3萬3的林可彤 恭喜兩位 出到冠軍 鄭總教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找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收看 快點來訂閱